满满的禮品还有参与民众 一版03年的农民节活动 为了感谢农民朋友一整年的付出 3月5号之天 观山镇 海端香以及池上香 都分别办理了农民节的庆祝活动 县长黄坚廷在观山镇海端香的庆祝活动上 除了给予农民朋友肯定还有勉励 也现场抽出县长奖 和大家一起欢庆农民节 来我们这位张仔 在这边 观山是多元族群 而且人文 这个风土都非常秀丽的地方 我们每次来到这里都感觉非常的舒服 时间过得很快 我记得才没多久以前在这里参加农民节 一起来跟我们的农民朋友 分享过去一年丰收的喜悦 那刚刚成如我们会议长讲的 去年在政府 在农会 在我们农民朋友 共同的努力之下 去年 我们在农产农业 真的又是一个成果丰收的一年 我觉得农民朋友都非常地认真 非常地辛劳 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 这样的农民 石胜厢的农民节庆祝活动上 也表扬了年度优秀农民 给予奖状还有礼品 表示肯定 今天是来参加到我们最尊敬 今天最民主的伟大的农民 大家好 好 今年真的 我国福收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不要闹过了 刚才管长说那么多 真的 从管长就任了 大家感谢 我们台湾 每一个伯母都够够够够了 每次来職障 农会参加农民节的活动 就看到我们的理事长 常务监事跟总带事 都笑嘻嘻的 因为农民都丰收 农民都丰收 然后经济状况好 然后我们农会跟着丰收 所以看到说 今天的这么盛大的场面 个人就觉得说 我们慈善是越来越好 因为农民朋友的努力 还有付出 台东的农产品 才能有扬名全球的好品质 好名声 他们的辛苦 我们除了肯定 更要感谢 东台新闻范耀玲 黄欣平采访报导